师父,为什么说让你失望过一次的人,还会让你失望第二次呢? 他的对不起是用来解决你,而不是解决问题的。 他说对不起只是叫你不要再计较了,至于改不改,以后再说。 那还能相信他吗? 没有改变的道歉只是敷衍,没有行动的爱什么都不算。 在乎你的人风吹草动也心疼,不在乎你的人狂风暴雨也无声啊。